费洛蒙是一种通过嗅觉传播 使对方出现心理生理机制改变的物质 约十匹科的费洛蒙就可以造成生理现象的改变 在女性平常使用的香水中添加费洛蒙 会增加两性之间的亲密互动 提升比例达50%以上 这是百科上的介绍 而且当我去网上搜索费洛蒙这个关键字的时候 好多都是在说 比如这种费洛蒙香水能让异性闻到之后 短短的几分钟里面就对你产生魔鬼般的冲动和欲望 难以抗拒且无法自拔 这么神奇的东西 竟然有卖 哈喽大家好 是蜡蜡蜡一 这一期特别企划是我一直以来非常想做的 拖了这么久没有去买这个费洛蒙是因为 太费了 那现在视频也有了一点点收入 今天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撩汗神奇 看看是不是那么神奇 那当我去网上找这个费洛蒙的时候就蛮尴尬的 因为它的价格高低不等 便宜了几十块 中间的大概几百块 最贵的可以卖到一千块以上甚至几千块了 你说我买几十块的吧 我又怕太便宜可能是假货 但是你说我买一千块的吧 它我不一定是真货啊 所以呢我就都买了回来 那这一款呢是最便宜的九十八块啊 而且上面有标明这个属于情趣用品 第二款贵一些三百九十八块 版面的说明上也写了增加个人魅力 这款是一个一点五毫升的试用装啊 是一百九十八块 其实它才是里面最贵的 因为它只有一点五毫升 如果换算成其他两个量的话 它卖到三千块 Unbelievable 看看本体吧 九十八块的这一瓶哦 紫色的 而且它里面有一种像是流沙一样的 这种金属会流动 我记得有一种化妆品是 类似的样子 三百九十八块的 就是普通的瓶子 就是迷人的诱惑的香水的意思 一百九十八的 同等的量要卖到三千块的 好low哦 其实放在这里 我现在就已经可以闻到一种香味了 虽然我不知道是谁发出来的 但是一种淡淡的香味 还蛮好闻的 有点像是 初恋的味道 就是这样一种神奇的物质 可以让一个男人被你疯狂吸引 那正好我也是男人 怎么怪怪的 今天我们就来测试一下 我们能够在网上买到的 费洛蒙香水 是否足以能够让我产生 某种反应 但是我怕三款香水涂在我自己身上 可能会串位 于是我又多买了三个 OK 所以我们先来试一下98块的 没感觉 会不会是过几分钟才能有效果 这个也没写 不管了 等五分钟 它闻起来很明显是一种香水 大概是属于一种海洋类的香味 偏清甜 就是它清淡 但是有一点点甜味 其实还可以 不算难闻 好了五分钟差不多到了 垃圾 完全没有任何反应 第二款 398块的 没感觉 好甜哦 明显比刚才那一款要填上好几个等级 是一种典型的粉甜粉甜的味道 没有什么侵略性 带有少女感的味道 要说生理反应吗 垃圾 说实话现在我已经有点怕了 前面两款都已经翻了车 现在剩下最后一个 你最贵呀 没感觉 哦这种味道特别像是那种很早以前在地下负一负二层会有的那种比较low的女性购物街里面 卖的香水味道特别浓 而且很明显它里面有加一种带有辛辣味有可能是胡椒的那种香精 还加了蛮多的 行家呀 总之我觉得太刺激了不是很好闻了 所以 诶 等一下 等一下我先试感受一下 真的没感觉 垃圾 总体来说三款飞楼萌香水也只是香而已 我买的还是专门的女用款 就是女生吸引男生用 其实就是很普通的香水 特别是第三款 我不知道什么样的商家会把一个这么劣质的香水买到3000块 不便宜了 98加398加198 694 700块钱 都是骗子啊 经过这一次的测试哦 我想我们能够在网络上买到的这种费洛蒙香水可能都是假的 并不是说费洛蒙是骗人的 而是这些厂商打着费洛蒙的旗号来卖这种劣质香水 那可能有同学会提出来 是不是要喷在女性身上然后去体验才会比较准确呢 我觉得恰恰相反哦 如果是一个女性站在一个男性面前 那保不准吸引男性的到底是气味还是别的什么东西 其实费洛蒙在我们身体里本身就会分泌 它就是一种自然的化学物质 如果真的要靠香味来吸引异性的话 我觉得还是去买那种正规的大品牌的香水 会来得更好一点 这个时候是不是特别适合插广告 对不起 这些都没有 让你们失望了 以后我一定加倍补偿 好那今天这期特别节目差不多就到这里了 下一期见 这产品介绍里写着 使用前没自信没魅力 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爱 不易了吧 使用后一种让它心跳加速的味道 我信你个鬼啦